HELLO 你好 我是諾斯 現在我們將時間回到了2018-2019賽季 Quad Leonard 帶領的多倫多暴龍隊 打敗了傷兵滿意的荊州勇士隊 也因此獲得了2019年的NBA總冠軍 而Quad Leonard 跟Kevin Durant 兩個人都分別投入了自由市場 在這個情況下 唯一有機會將兩個都簽下來的球隊的話 分別是快領隊以及尼克隊 那後來是因為Kevin Durant 是想要去到藍網隊 同時Quad Leonard 也選擇來到路玩機快領隊 所以快領隊的老闆才選擇把Daino Calinari 希望Gilker就是Alcander 以及未來多張懸優拳去交易給了A-Ting隊 換取了Paul George 所以才有了後來快頂雙雄的組合 那我現在就要與快領隊的視角 我要來看看我到底有沒有機會 把Kevin Durant再加上Quad Leonard 這樣的一個組合給組成 讓這個組合能夠成為權力盟最強的封線組合 好的 在影片開始之前的話 就讓我們先進一段廣告吧 我們今天所要介紹的這個網站的話 叫做36tips.com 他們擁有非常厲害的Best Tips AI 人工智能精準度高達80%以上 並且人在7天裡面預測40-60場所的足球賽事 是運用大數據結合電腦AI自我學習的方式 可以分析每個球隊的過往戰機 數據變化、戰術運用基本實力、最新情報等不同的情況 如果對於足球賽事有興趣的話 先再訂閱7天Best Tips 只要20塊美金 記得把握機會唷 好 那我們現在換到1819賽季的這個季中 目前為止的話 我們來看一下我們這個陣容 就是Patrick Beverly Lou Williams Tapaz Harris Daino Grinale 以及這個中鋒會 我其實不太知道是誰 因為我們兩個中鋒都倒地啦 包含了Bobama Yalovitch 以及我們這個Montra Harald Harald的話 我看要不要留下來 其實都可以 但我們這個組的此時此刻來說的話 不能說太爛啦 只能說他可以換到更強的球員 所以明年的話 我們就會是以這個情形之下去做一些交易案 又或者今年我們就直接拼死去 要到Kevin Durant 也是可以唷 雖然勇士隊可能瘋了才會跟我換 但我們還是得試試看嘛對不對 雖然那個時候 他薪資只有三千萬啊 這其實很好匹配啊 但我總覺得 我不管找誰去都是死路一條耶 可能Gear Just Alexander 這是可以匹配的啦 我是不信啦 我真的真不信啦 這個多了2400萬 這Jimmy Green他不可能交易啦 其他的薪資也沒得來啊 看起來很難喔 我覺得我把選用權全部給他 可能都沒有用 因為我們在遊戲裡面的話 我們的選用權已經全部透支啦 所以在這個情況下 我們不太可能做到這件事情 所以我們到時候 可能還是只能從自由商場裡面去要看看 但在這個時間點 我建議我們先清點限制空間啦 不然就是我們把球員 換成一個可能比較 強力一點的一個 算明星吧 要不然就是一些選用權也可以 這個可以想一下 或者換個Branding Ingram Ingram其實 要換是可以的 Wagons那個時候還在輝浪隊嘛 我們以當時的角度來看 是不是跟亂金回人隊換這個是最好的 但是我看看用Harris去換看看的話 然後我覺得Gill Justin Alcender這個點 我不太想放 如果可以的話我不想放 37歲的Doran Wade 其實能換Wagons不錯耶 其實可以耶 只是Evan Brandly 這樣子就直接換下去 我覺得有點太虧 怎麼這邊就有一個Josher Primo啦 怎麼會這樣子啊 我怎麼覺得怪怪的 我這邊試著單用這個Tapaz Harris 去換Angel Wagons 有沒有機會 加一個 然後他要Evan Brandly 然後加一個Dark Rose給我 可以 Evan Brandly對我來說就是一個 底薪球員嘛 那Dark Rose明年的話 看什麼情況啦 但是我覺得這樣子是好事情 對不對 這樣子我一看就覺得說我是賺的 能換個枸杞來多爽你知道嗎 你要知道 當初勇士隊還是先牽後換 換 D'Angelo Russell 再用D'Angelo Russell 然後再用D'Angelo Russell 去換到Angel Wagons 我要說如果我們在此時此刻 做了這筆交易案的話 勇士隊就不會有Kaminga 你知道破壞掉這個時間線 這後面整個就不一樣了 勇士隊今年就不會這麼強了 有了這筆交易案我們就不一樣了 那現在這個Lulwans肯定也是要交易 因為他再不交易的話 明年應該也就留不下來了 然後並且他這個能力衰退應該也會蠻多的 然後加個Galindalli Rubo Covington那個時候當打之年 挺好 Erik Blaissel 這也挺好啊 就是在那個腦衝時期嘛 就是他能力還算不錯啊 就是有誇到全明星級別那個時候 然後跟公牛隊 你知道我看他球衣我也是騎士隊 你知道嗎 跟公牛隊換Markonnen也不錯 就在他那個時候還沒要央起來 吹漾! 哎呀! 哎呀! 這個就有一點點狠了 哇! Dumbna Mitchell耶 在那個時候換誰都是對的 因為其實時間線來說的話 1819年到現在來說也不過就隔個兩年 我們提前預製了兩年後會發生的事情 我們就會知道有些交易案 看起來一定得做了 你就包含這個 幹這個怎麼可能不做是不是 我們將原地起飛你知道嗎 我覺得我們做這個很棒 吹漾加Collins 你再看看旁邊這兩個現在長怎樣 你再看看現在右邊這兩個長怎麼樣 這個直接先換了 我們先不管其他的 我自己覺得吹漾跟Gilchus Elton 到時候誰要被交易騎士隊友來說都可以 我們先把星秀這個組合先弄起來 然後Patrick Belfly 我覺得你也可以先走了 我們先交易來一個中風位嘛 我們先想一下 只要沒有Broke Robbets 滅完就弄對就不會拿總冠軍 然後這邊我們也可以換一個Mitcher Robinson 那換兵球R Robinson也是賺 好不好這個也是賺的 哇你知道這個遊戲能預知這件事情 多舒服你知道嗎 但如果我們是以現在的角度來說 當然是把布魯克人狼狼隊的Broke Robbets先交易掉 交易掉之後我們就沒有後顧之憂了好不好 先做一下先做一下 這個我們應該是挺賺的 好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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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現在我們球隊友要看起來 好像還好對不對 那你要知道 我們裡面有吹漾 我們還有Gilchus Elton 這兩個人的組合 你想像一下在兩年之後長什麼樣 好不好 好我們先不講其他的 我們先光這樣子我就覺得說 明年會很精彩啊 好現在我們能做的事情應該也就先這樣子了 我們就先直接來到寂寞吧 好今年Gilchus Elton最後的結果的話 是多倫多棒隊拿總冠軍 然後並且快樂能拿下我們最後的FMAP 這個我就是想要符合歷史事實啦 就是多倫多棒隊拿總冠軍之後啊 Kevin Durant覺得大事不要了 我應該跳船了 所以這個時間點他就要選擇這個先遷後患了 但如果這遊戲沒有的話 應該他不會選擇先遷後患啦 他會直接選擇跳出合約啦 然後再進入自由市場面 他這樣可以拿到比較大的薪資嘛 好那今年的話是2019的修改季 表示在今年的話會有張威爾森 那這邊就要看一下是誰拿下這個 狀元籤了 哇 居然是一個我意想不到的 那通常總冠軍拿到沾威爾森的話 那其實還蠻賺的喔 好啦今年我們也沒有選擇拳啦 我們就要開始做一些奇妙的交易案了對不對 我們先把Block Colobits加Pobama Yanovic去換McConley 這個我先顧且不論賺不賺啦 我覺得這個交易案很舒服啊好不好 先做這筆交易案 好我們把心智貢獻定上去了 這個時間點呢就要開始一些大型交易案啦 我看看用這樣的方式有沒有機會交易得到 哇感覺不太行耶 哎呦 我給我換到咧 讚喔 爽啊 欸Prosinkis我們就有一個交易的底線對不對 然後再加Collins一起出去 哇換決勝天人家 哇這個組合有點可怕耶 Campo Worker 我覺得能換Campo Worker 已經算是一個有機會可以形成的一個交易案了 Campo Worker這個時間點就只有900多萬喔 Lanzo Ball加上Bernet Ingram 二輪選秀權加Campo 啦 我這個真的可以想一下 因為今年的話有那個嘛 杜克三少嘛 我覺得這樣問神不會被首選 我覺得啦 我有種很深的感覺我覺得他不會被首選 我覺得跟火箭隊換是一個可以的選擇 所以說Campo 會是我們交易的非常得力的一個位置嘛對不對 我們多跟他要幾個選擇權 他OK我OK啊 他不OK我不OK啊 多一個選擇權而已耶 這樣也不要 唉算了算了算了 我覺得這兩個加起來大概4700萬去變成1970萬 本身大概減了2700萬左右 這件事情本身是賺的 就是這個薪資我們可以多要一個球星過來 Campo 我們還可以再交易 所以我們這邊先做這筆交易案 然後你真的要我講 Gill就是Alcander跟Trey Young兩個選一個的話 我要選誰 我會選Gill就是Alcander 這是不用多講的 那Campo還是得先走 可是我要看他能不能多要一個選擇權 又或者能不能要一個薪資更低的球員 這個如果我們去透視未來的話 你會知道這個交易案很讚 好我受不了我要透視未來啦 就這個交易案太爽了你知道嗎 只是我跟他多要兩個選擇權嘛 唉這就是透視未來的好處啊 唉這樣子就賺了 多要兩個選擇權 給Campo去換Durus Randall 心思上可能不賺啦 但Durus Randall對我們來說未來是很重要的 好啦那我們就先來這個選秀一下 我覺得通往者隊不會選Zan Wilson 我覺得他沒什麼 對對對對果然 他選的是DH 這個跟我理解也差不多啊 然後這邊當然就先選Zan Wilson 我記得我還有一個20順位 我們把這兩個都選完之後的話 應該會是不錯的結果 喔 Campo Radish 這個一定先選 這一定先選 這兩個人同時被我們選到 我們來看一下 如果要把他們交易的話 如果啦 我也不一定要交易 換這兩個人喔 我覺得 以當下來說的話是好的 但現實層面來考量我覺得還好 Durus Randall加Campo Radish呢 換個Kelvin Love來我覺得沒啥必要 啊對我們來說是單純占星資而已啊 蛤這樣的組合換不了東西喔 痾好像也不是很好 前世界只有這樣問神 未來會變得跟什麼樣好不好 我們有這樣問神 再加上Trey Young這個組合 只是Durus Randall這個就尷尬了 確實 還是John Collins走好了啦 因為確實 John Collins現在這個星資有點大 我們要換就換一些有未來潛力性的球員 跟哈奇莫拉那個選擇其實還可以 但我的想法是這樣子 我們先把他換成Golden Herald 然後我們再把他交易掉 然後還可以多白嫖一個選擇 這個應該是賺的 好我們就有了這樣問神 現在星資來說的話 我可能要不到的Kelaner 我可能也要不到那個 但是呢 我們現在是有機會 可以把星資空間給嫖出來的 而且我是要看有哪些 喔 Durum Brooks 加朱拉斯 Randall 換三個選擇拳 我們這樣總共嫖了大概五千萬左右的薪資 這個是直接嫖爛 我不要多那個球員 我不要多Cutter 我要多一個選擇拳 不要Cutter啦 聽不懂是不是 我可以多給你幾個拳拳沒問題 但你不要跟我要這些好不好 好好好 我連球員都不跟你要 傻啦 欸 我球員都不跟你要 你還多跟我嫖一個選擇拳 你什麼意思 我多給你兩個選擇拳 你安靜一點好不好 好好好 這個人 他媽的真的是 傻憨來著 我覺得因為那個Cutter 讓我們卡住星資 我覺得很不舒服 所以我要 所以我要把交易期限給關掉 但也就這次交易案而已 要不然這個真的太誇張了 因為我都計算得好好的 只要他那個地方不卡我星資 我一切都OK 你知道嗎 跟各位講不好意思啊 我這邊只能作弊啊 他用來他那個真的太匪爛了 你知道嗎 我多給他兩個選擇 他還要一塞一個選擇 給我那是什麼意思 Cutter也交易掉了 媽咧 我們這樣子 把他換成四個選擇拳 這樣我們是賺的 好 我把那兩個拳拳交易掉之後 現在星資空間絕對是夠的 我們這邊就只能試著要 KVN圖倫的點心 但是絕對不可能要得到他 快樂人這邊的話 我會給他願意多一點 1.771是沒什麼大問題的 蛤? KVN圖倫的願意來 然後快樂人不願意來 記得俠報價了 好 Dorent來也是可以啦 那6碼隊簽是怎樣啦 好我們這邊先確定 把KVN圖倫的給簽下來啦 其他也就只能 簽一些比較低心資的球員了啦 我意想不到的KVN圖倫先簽下約 這個真的是太讓我驚喜了 好不好 我們把所有的心資 全部花在我們這個 KVN圖倫的身上 但我自己覺得其實也合理啦 好今年來看一下我們的球員發展 Dorent維持原狀 然後Trayon上升3點 Gale就是Alcander上升了2點 這樣WRN圖倫一樣維持 我們現在的陣容是極度之爛 但是我覺得我們應該再過一年 我們會變跟鬼一樣好不好 今年喔 Dorent就不用管他了 Trayon 然後我們加Gale就是Alcander 就讓他們練三分球 自由市場裡面我們還缺了大概 三個人嘛對不對 我們就要找看看誰願意底薪加盟啊 Danny Gray其實也很接近 杜德莉可以是不是 好好好 Smaragatch已經不見了 我記得Smaragatch之前還在勇士隊啊 他現在人整個就不見了 我們現在就以先發來說的話 整體而言是正常的 我不能說多強但至少是正常的 然後我總覺得Belita可能要打到中鋒位了 他打中鋒位好像也還好 不會太那個 然後我們大概打個八人輪替啊 先發而言我覺得我們是 到時候一定跟鬼一樣 真的到時候一定跟鬼一樣 我們只要等個一年就好 然後至於快樂有沒有機會要得到呢 我覺得要在下一期才有辦法證明這件事情啊 好不好 那我覺得在影片結束之前的話 我想要來對決一下金鐘勇士隊 我們來看一下勇士隊現在這個陣容啊 長得什麼樣子 Steven Curry、Klan Thompson、Dramon Green、Norkic Wow!Bretches欸 好猛喔 這個組合我覺得我們來對決一下 應該也是一個不錯的一個情況 好這場比賽 唉唷 感覺很刺激喔 進去裡面稍微觀測一下 這場比賽最後的結果是長什麼樣吧 現在是金鐘勢隊 對決亂機快領隊的開幕賽啊 Curry 墊步往後中距離跳投 好球 這就是SN的來不及回訪啊 Curry的控擋製造也是歷史頂級級級別的啊 Trayon一個擋拆之後 向往南下做一個背身 晃起來了 好球 Trayon又被稱作小Curry啊 他們兩個人打球的風格 其實多多少少是有點相像的 來底下 Klan Thompson 直接一個左手炮頭進了 我現在看了一看其實真的 快點對現在的一個陣容 跟金鐘勇士隊的陣容 有異曲同工之妙 不知道各位有沒有這樣想啊 來底下 Jobo Gee 做一個背身 全直接硬頭 哎呀 Jobo Green真的是可以從一號一手 五號二的男人啊 然後考了Williams 再給藍底下Curry 直接上來強勾 有數隊這邊試圖反擊啊 但是分數的懸殊還是有點過大了 要就是Alcander 加速跑到給的是Trayon 藍底下難道是要給... 沒有這邊沒有要選擇背身 這邊是選擇擋裁後籃下 左手上籃 張文森擋拆的那個扎實度啊 真的是非常的可怕 Stefan Curry 這球沒有進 藍底下Bratches 再上 好球 Max Bratches其實說實在的話 應該會還蠻適合金鐘勢隊的體系的 好 Gate Justin 拉回 在爬球線上 沒有選擇直接出手 再回給Trayon 直接剛剛有點稍微擋到了 不過藍底下 哎呀張文森 直接開撞 左手跳投球 沒進 然後卡拉文森拿下防守籃板 再給底角 克雷湯姆斯 這球 剛剛看到是非常經典的勇士隊傳導啊 從軍門Guin這個點 發牌給到的底角啊 剛剛是KVN給到藍底下 這張文森 等下這兩分 目前十四分分差 然後卡拉文森 給到克雷湯姆斯 沒有選擇直接出手 兩人的身材還算是相仿啊 所以在防守上面的話 兩人應該都是會有不錯的表現的 好 剛剛是克雷湯姆斯的一個翻身跳投 哇 Drewland跟克雷兩個人都砍39分啊 非常的厲害 Magee一個擋拆 這邊換到Nurkage的對位 喔 一個變相 中距離跳投 球軍 我要老實說 我目前不能覺得 這樣的困難隊有機會奪冠啊 但至少能夠衝擊這個 季球賽應該是沒什麼大問題啊 哇 剛剛崔藥是直接頂防Nurkage的 還要把他籃板拿下來嗎 這麼扯的嗎 那最後的話 看起來應該也是沒有要做這個進攻了 那最後的話是127比123 最後是由我們快樂隊贏一下這場比賽 今天的話 可惠湯姆斯拿下39分二籃板一超級的表現 7分克雷拿下22分三籃板六足弓 Nurkage拿下11分九籃板四足弓二超級二足弓 然後卡德威勒斯拿下11分三籃板九足弓一超級 今天Kevin Dredden拿下41分12籃板二足弓二超級的表現 哇 這張前東加也是卯盡全力啊 然後崔藥今天拿37分二籃板九足弓的表現 然後再加上這張穆倆斯今天拿20分六籃板四足弓一超級一足弓 然後吉尾斯尔森拿下9分一籃板二足弓一超級二足弓的表現 我不敢說這個組合能比金正恩師隊強 但至少呢有Kevin Durant 這個基本上是沒什麼大問題的 你想像一下Trey Young等於Steven Curry 吉尾斯尔森等於Kerry Thompson 呃這個等於可能有點太多 但是至少他們身材是一樣的 江蘭森等於Joban Green 有沒有 9分不去就等於9分不去 這個是不是荊州勇士隊重現洛杉磯快點隊呢 至於你相不相信呢 反正我是信了 那在這個賽季的話 我會試著去醫藥道看看Quietland 有沒有機會可以來我們隊伍之中啊 如果各位有興趣的話 可以幫我按讚訂閱分享 那我們就下次影片再見囉 掰掰